华联市长魏嘉贤24号上午在928教师节前夕 特别前往学校制证精心准备的进食礼 借此向中年辛苦培育学子的老师们表达最高敬意 再过几天就是928教师节 为了感谢教职人员的辛劳 华联市长魏嘉贤在24号上午 特别前往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小学制证教师礼 由服务教职30年的林玉敏老师代表接受 其实蛮惊喜的 然后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其实我刚毕业就是刚出任老师 我觉得不太熟悉这个环境 然后工作是蛮辛苦 那时候天天就想着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退休 然后一眨眼就30年 然后就觉得哇 开始考虑要退休的时候 反而觉得舍不得 舍不得这个环境 因为小朋友真的太可爱了 活动中校长包明君也邀请魏市长 在活动看板上提制 并送花给服务教职超过10年以上的老师 感谢他们为教育的付出 在教师节前夕 也对花莲室内的一个国中小学 来发放我们的一个感谢 那真的也要谢谢我们所有老师 在这段期间里面 尤其是在疫情突然爆发的情况之下 那马上把课程最迅速的方式 转成线上那当然在过程里面 老师也克服了非常多的一个困难 让孩子的学习不中断 那在此也要特别谢谢 我们这一年来非常辛苦的老师 那也期免未来我们每一个老师 都能够顺利的来帮每一个孩子 解决在学期上的问题 那也希望能够交出 更多品德兼优的好学生 让我们未来国家有更多的人才 那未来我们花莲室公所也会持续的 跟花莲室境内的小学 国中高中甚至大学来做相关的合作 这样每一个孩子都有发挥的空间 在此也要祝福老师教师姐快乐 很感动市长对教育工作者 培育未来栋梁的师长们的尊重 亲自来颁发对老师的感谢 这样子一个举动是令老师们非常感谢的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富小的老师们 都盛装的出席 他们认为市长这么重视 他们在基层的工作上面 被市长看到心里面那种感动是雀跃的 未来对于孩子的教育上面工作上面 一定会努力不懈 花莲室公所今年筹编购买 1155份的教师节礼券 送给花莲室内22所国中小学 以及花莲室立幼儿园的老师 预祝所有的教职人员教师姐快乐 记者许丽琴 花莲室报导